16.56温星华社,5月28日凌晨20,天宇将上演木星和月美丽天象。 天文专家表示,由于木星刚过春日不久,亮度较高,如果天气情好,公众可欣赏到今月境放光芒。 一较高下的美丽画面,行星和月时,月亮和行星在视觉上很靠近,无论对于观赏还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象。 木星体积最大,足有巨人行星之称,现拥有众多卫星,是肉眼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之一。 因此,出行星和月之外,木星和月也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天文教育专家,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志恒介绍说,5月是全年观测木星的最佳时期。 5月9日,木星上演终日表演,木星日落后,即从东南方地平线升起,亮度于复2.5等,整夜可见。 28日凌晨20,好破当风,彩云出散。 在月亮的左下方不远处,木星犹如一颗明珠闪闪发光,在蓝色甜母的映尘下,星月相伴的美景清晰度极高,二者相互归影,金方光芒。 赵志恒说,虽然木星体积比月亮大很多,但由于距地球较月亮远很多,所以看上去显得娇小玲珑许多。 如果天气情好,有兴趣的公众,当晚只要寻找一片空旷的区域,抬头羊抱极客肉眼,观赏到了这出太阳气大个子托曲月姑娘的浪漫天象。 有条件的,如果使用双头望远镜观看,不仅可以看到木星上的条条云带和镇子缩小的大红斑,还会看到木星的素科伽利略卫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